周日凌晨,西蚁继续有比赛打响,其中特内里费将与侯尔斯卡短兵相接。 双方近四次交锋平分秋色,彼此实力可谓相当接近,示意再度相遇、闷战成和不足为奇。 特内里费上赛季冲上西蚁前六,获得参加升班、附加赛资格,不过最终未能进军西甲留下遗憾。 本赛季特内里费状态明显下滑,15轮过后紧录的四胜五和六负战绩,位列西蚁下游。 球队不善进攻,联赛至今军场入球还不足一个,球队头号得分手安利。 加利高也只有三个入球贡献。 索性安利,加利高取得的三个入球全部来自主场,而且球队均笑到最后。 10月下旬开始,特内里费曾经遭遇了西蚁三连败,直到上轮才在贝高斯身上重返胜轨。 特内里费如今依然未能恢复上级的竞争力,此翻面对过往多次战合的侯尔斯卡,特内里费主场有望守住一分。 与特内里费不同,侯尔斯卡经济发挥明显优于上级,虽然球队进攻并不出众,目前是上游球队中较少军场入球不足一个的球队。 不过侯尔斯卡以防守犀利著称,15轮联赛有9场保持零失球,均场0.67个失球的防守处于西以上游水准。 与特内里费一样,侯尔斯卡也是不善进攻的球队,过去11轮中没有一场比赛入球超过一个。 加上球队过往10次与特内里费交锋也是合局居多,侯尔斯卡此行收获一分并非不能接受。 好球不等人,立即下转M直播,收睇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。